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象棋讲解节目 首先带给大家的是第一轮比赛由江苏队的张国凤特技大师 对阵北京队的特技大师唐丹 对 这是女子甲级联赛的正赛 对 全国女子甲级联赛也是在2013年的11月底正式打响 对 这样好像国际象棋围棋都有女子甲级联赛了 这就是说三大其中都有了各自的联赛 使女子选手能够参与其中 能一展风采 那么本届比赛得到了服务家访 特别是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和协助 那我们十一支禁旅也是到了山东的高密进行这个比赛 他们是经过预算选拔上来的 双方仍然是以比较熟悉的阵型的中炮过河区对平马平马队区 来展开这个战斗 来 啪啪平六 张光凤大家也应该说比较熟悉 来自江苏队的 那么本次江苏队由江苏省无锡市天一小学 来过名赞助 所以江苏队名叫江苏天一队 江苏学院天一队 看来对后备的力量比较重视 估计这学校的棋风比较好 接下来黑方就走巨八禁武 这也唐南喜欢的变咒 这也是对付五六炮比较正常的下方 那么今年的江苏队的出战 是由两位比较老牌的全国军组成的 一位是张光凤 另外一位就是武侠 这对组合也配合了不少年了 对 江苏女队也曾经创造了 很多传奇 原来江苏队的主教练 也是现在退休的老教练 李国勋老师 李国勋老师的指导下 江苏一共出现了四个全国军军 对 四个特级大师 除了本次比赛的武侠和张光凤以外 还有黄威 还有黄威 这是得的冠军次数更多一些 还有高一平 虽然更大一点 还有高一平 巨八禁武 红方走 马八禁七 巨八平三吃 特别是当时的江苏女队 也应该说是一支历史的强队 她也曾经创造了团禁赛的三连冠的 辉煌的战绩 她人才比较齐整 对 应该说在九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 新世纪以来 十来年间的江苏队的女队 是一个比较辉煌的阶段 当然说现在面临着队伍 整体来看有一点老化 对 但是后背力量现在正在往上进 对 江苏也出了不少小孩 可以能顶上来了 好像各队现在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一次女子向下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给很多女子选手 又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这么一个舞台 对 是 这样的比赛越多 越对女子选手表现越好 用柳大华老师的话来讲 他说这个半年天就很重要 他说非常重要 是 因为这个有男有女 大家看好不累 对 也是一个互相条件 我们大家会看到 女子水平的齐 我觉得齐名朋友可能杀得更精彩 还有可能更吸引人 G8平三一吃 十四斤五补 不 G8进三打了 十四斤五补手 红帽并补肌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套路 对 齐普 黑方泡几瓶瓶瓶 红帽 G3片 是不是正常的都是G3平4的多 对 这个齐就是说G3平4的比较多 在预赛的时候 唐南和张宏凤就下了一排 已经尝试过了 他没有走兵武级 他走向心进去 向心进去 他把这个G逼退 他退一步 他在马西走 这个齐局比较平稳 那又是一个选择了 那张宏凤可能觉得这个变化不满意 他所以就采用了这种非常激烈的这种走法 再度相逢 这个老式的工法也有G3平4的 黑方也有Port 1 那凭这个类跟凭外类呢 应该是差别很大 是吧 凭这个类它主要将来有这么一桌 凭外类呢 是多了这么一个桌 又多了这么一个贴码 所以这里边的变化呢 就很微妙了 那作为这个局到底平哪好呢 这个应该说呢 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探索 对 其美朋友可以下着看看 试试 他平这儿的感觉呢 就是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走法 对 我们看 本手都是G3平4 对 看看他G2G1 G3平2以后的一个后续 黑方还是Port 1对局 因为黑方呢必须要对局 右翼子力呢要展开 对 如果你接受对局呢 那么黑方也是可以满意 这样红旗应该是不太肯对 因为他还想 红方实战呢走G8平6 这个可能是张光凤的激性之作 他可能没有事前呢 做深入的研究 或者他研究的呢 不是黑方向三级五的这个棋 是吧 但是这个棋给我 我也往这儿平 红方呢就是男子学选手呢 下过G8平4 G8平4 他的意图是什么呀 他的意图就是现在让你不好补像 你如果再飞像 他主要是控制马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摆一下 他如果飞像 他在捉炮 这样只有炮一推一 他在捉马 你发现这个马 马很尴尬 捉死了 捉死了 那就看出这个G平这儿的好处了 但是陪他这儿呢 他有一个坏手 就是说两个G都在一侧 有些过重 对 我觉得他有点背 后来黑方呢通过拆引呢 就是找到这个办法 他先把炮躲开 他不给你捉 那是不是部署上有点吃亏了 对 然后呢以后黑方再足以 这个马从边路上 这个出来 就是因为红旗的子儿走到背 他甘愿这样走 是吧 这个呢也不失为灵活的一种做法 这个蒋川在对阵这个 来自湖北的选手 实际上是代表广西参赛的这党匪 下过这个 对 对 今年下代联赛他走的跑去平 效果也很不错 是吧 那实战中他走的是G8平6 G8平6就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时候团单一向三进五一飞向 他阵型的就公正了 公正了以后呢 你再捉呢 他马就别人控制不住了 就是他捉得没那么可怕了 是吧 黑鸡不难受了 然后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给红方处理难题 红方这个时候大家呢 也可以动一下脑筋 看看红方这棋 应该怎么走才最为合理 那参加本次这个联赛的呢 一共有十支这个劲率 对 有十支劲率 通过这个九轮的 单循环的较量呢 就第一阶段已经打完了 那么第二阶段的将于呢 2014年的 1月上旬到中旬呢 来这个下完 对 前九轮呢 分别是北京中家 然后广东碧桂园 然后山东的洪远 排在前三位 就出于一个暂时的领先地位 北京中家 这个广东碧桂园 还有这个山东的洪远 排在一二三位 对 那江苏队呢 开始两轮他没有下好 那后来呢 奋起直追呢 排在第四 江苏棋院天一队呢 后来排在第四 应该说后来 后半段下的还是不错 应该说这比赛还挺漫长的 大家都有机会 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就去捉炮去了 结果效果非常不好 我们看看 就这个棋呢 当我后来回来 我在给唐南复盘的时候呢 再走啊 好来我看这个棋洪方就只能再拘留平次 他是不是实战不太肯 他是不肯 是吧 但是这个拘留平次呢 就是需要这个下棋的人 需要一种灵活性 局面精神 就说这个棋 假设比如说 我就这么准备的 当然准备错了 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要是现场分析的话呢 洪方可能就是拘留平次 当前最好的走法 尽管洪方这个拘留 顿了一步 对 停顿了一招 但是呢 现在来看也是效率最高的 但是我们就这么想 如果局在这 是不是这步棋能走出来 有可能就能走出来了 那是另当别的 但是洪方这种攻法呢 然后他又拘留着一招 黑方马七星六 马七星六 我们看洪方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就说这个局你看 一步两步 它才是实际的效果才两步 其实可走了不少步 对 实际的一 二 三 四 五 往那边 四 五 六 它走六步 实际两步效率 对 而黑方的这个子力呢 就是非常快了 所以这棋作为洪方来讲呢 就是这个局要走得过多 而且这个马控制不住 发起紧攻 总共 他想来捉这个马 局六平次捉 对 本来这个棋我觉得就是黑方的 我也跟唐先生 副博先生说 应该马路近期 直接踩是吧 但是他没有等他先去二平四 他时间等到去二平四 我们一会就能看到这去二平四的 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再等 实际上呢 他就是应该是不用去去二平四 是吧 效果会更好 洪方向金九飞一周 向金九飞 去三退一 逼退 这个时候呢 就说洪方呢 要是稳一点 他就退局 但是张公凤他不是这风格 张公凤的棋义风格 是比较喜爱进攻的 对 喜功好杀行 对 他几乎 我看他的退局很少看到 他主动防御的 对 这个招 就是风格比较积极 他是属于宁可欲碎不为瓦权的 这种性格 从开始就练的这个 他这儿有一个马八推六 打双鞠 那对于黑方来讲呢 也可以考虑组武器 以马八推六 他的组武平四 但是唐单的在这里呢 就给对方设计了一个 计 对 就你来 我都接着 他走抛一片 他是这个 来 等着洪方来 这个棋取双军 对 这个棋客观来说呢 实际上 一个洪方应该走 把军退回来比较好 更冷静一点 然后再看黑方怎么去进攻 就是进攻当中 有这么一个 顿一下的旋律 对 可能女子选手 我觉得杀猪就顿一下 没有男的那麽 黑方呢可能将来要送军队 或者走军队计算 当然黑方还是多足好下 但是洪方这个时候 应该攻守将备 就应该回来 实际上洪方呢 张洪峰 就是一门沉醉在这个进攻当中 是吧 结果这个棋呢 就是出现了问题 这样黑方足武精英 洪方马华推动 这样洪 等着啊 还等着洪方来打 因为黑方呢 他是顺其自然的 对 这个唐单的在本次比较中呢 应该说还是最为耀眼的 这个明星 对对对 个人排名也排名第一位了 他今年呢 也是接连获得了四五个 重量级的这个冠军 对 其中包括 个人紧描赛 个人赛冠军 世界紧描赛的个人组 本次比赛呢 唐单呢 这个也有败几 他这个输给了 这个山东洪远队的 这个主力 对 来自云南队的这个赵万芳 外援 山东队的外援 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北京中家队呢 也是呢 这个疏了一场 他切掉 我们继续看 看看这个唐单设计了一套什么方案啊 对 他就是弃居 弃居 弃居 叫一江 红芳也只能 只能 不能上帅上帅丢炮 对 只能退下 他吃下 这样黑方吃了 这个习应该说呢 红芳呢 为了这个得死呢 对 他不能上将踩着中炮呢 所以只能这样 得不成师 好 这样吃了 上帅 这样把相吃了 我们看 黑芳啊 现在又等 炮了 对 红芳很无奈 他又摆回来 对 因为这个其他不能炮我平死 因为对方有平易僵 对 那个所有的 一变据啊 黑芳啊 就连续充足 对 这个就绝杀了 有兴趣的 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摆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样黑芳走的也挺巧 租宏六 他还是宋祖 他吃掉 现在如果吃掉的话 他就丢炮了 他不敢吃 他走这个 徐四平五 炮了腿一僵 对 唐弹这里走的也很精巧 然后他僵了两军呢 结果他还是把这事呢 吃掉 我估计他算得很清楚了 这块啊 红芳去二平三 对方 鞠腿一僵 他下率 先打了个顿错 这个又马灯泡呢 就没办法了 他只有吃了 这一段估计都是唐弹计划好的 他一吃 然后做形式判断 就他一吃 组织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把这齐军介绍到这里 因为后边呢 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 对 红芳走的是百居 然后他马也丢了 这儿我们大家看黑芳大死不少 对 而且多足多了摄像拳 而且还没有摄像 又走了七八步棋吧 就黑芳呢 就是取得胜利了 对 红芳就投资了 那么这番棋呢 主要是这个张光凤呢 在处理这个局面上呢 有些用力过猛 对 用力过猛 没有收的那一下 对 然后那个第一轮比赛呢 最终呢 这个北京中家队呢 也战胜了这个 江苏天衣队 江苏奇院这个天衣队 那好 稍后呢 我们还给大家呢 准备了一个精彩的对局 我们一会儿呢 再给大家继续做讲解 好 您您关注象棋世界 早目 我的相遇 整体世界 每周五晚 关注象棋世界栏目 听老梁 怎么说象棋 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第二盘对局 是黑龙江新晚报队的 王琳娜 对这武汉光谷队的 左文静 好 这盘棋呢 双方是以中炮对平马 开始了 我们先给大家摆几招棋 然后待会儿我们再 介绍这两外棋手 对 还有他们的队伍 居九平八 居一平二 左棋棋 黑方强挺七组 红方居二进六 过河居 黑方足三进一 强挺三组在 这招是不是比较少 对 它也是一种策略 就是说 黑方有意的把棋棋 引入到两头蛇的阵型 如果红方马八进七就还原了 马八进七就形成马二进三 直红居对两头蛇 比较标准的直红居的阵型了 王琳娜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棋手 对付这种比较突如其来的招法 肯定是想变变 他也想争取胜利 马二进三 接了红方再走 居九进一 我们看这儿 黑方怎么走好 抽这个空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两个队伍的情况 王琳娜 此次还是代表她的本队参赛 黑龙江队 她冠名赞认商是新闻报 新闻报 新闻报是隶属于黑龙江日报的 是有官方的冠名的 好像新闻报也赞助了不少回的 一个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 那黑龙江队 他另外一个队友是王羲宇 相对来说 比较年轻的一位后企 对 我们现在好多联赛都是一个老将带一个小将 慢慢培养后备队伍 对 王琳娜应该说在棋上还是非常有造诣的 应该说前面这些老一代的棋手 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现在的几个风云人物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 就是现在在现役当中 最好的棋手就是最早出来 领头的这个领头羊的地位就是张黄凤 对 张黄凤 张黄凤之后就是王林大 对 这时代 有一度张黄凤跟王林大他们两个胶着的 胶接的那一段 但是最早期是张黄凤的胜出 对 后来王林大也是 慢慢地成熟了 很用功 在不断地追赶 后来终于超过了张黄凤 对 然后取代了张黄凤的位置 达到了第一的位置 有几年都不错成绩 对 但是现在唐单又追赶上来了 对 当然说随着这个水寨的前进 肯定是长江后浪推先浪 对 那么现在排在这个等级分第一位的 是来自北京中央队的这个唐单 对 但同时呢 这个王林大也不弱 他一直排在第二位 对 付出之后还可以 成绩也不错 王林大当然岁数 对 比这个唐单大十岁 黑方走向三纪五 应该说是比较稳正的一种走法 但是他 左文静呢 就是 积极呢 来进行反扑 对 这招也可以 左文静呢 是来自湖北光武队的 光武队呢 柳家华老师的弟子 对 也赞助了这个今年的男子 湖北队的向甲 对 G9平六 G9平六 左文静呢 这个棋呢 应该说也是中局 也很有力量 我也专门跟柳达老师 这个探讨过 他说是 左文静呢 这个棋呀 这个中局 往往呢 有这个出人意料的好奇 对 他下棋比较认真 对 劲儿把握的比较猛 比较的专注 对 这是年轻棋手 可贵的地方 对 马斯基三一登呢 红方正常来看的 可以考虑走G6G2 哦 就这样 这样他过头的吧 捉一下 他阻挡你 红方再炮我去刺 这是红方一种 可不可以采取的策略 要简明一下 如果你马基进 我再炮花瓶五 再拉住 当然黑方还有 炮二金刺打局 这能打一下 那红方再去捉 那总之也是红方能够 这样红方转快一点 好 他过个足 拉住他又五根去炮 是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下法 但实战当中 红方这个G6G5呢 就效果不好 就是王琳娜呢 确实呢 由于个人原因呢 他最近一两年 没有怎么出来下棋 对 当妈妈了 对 干妈生的宝宝 对 但是现在付出 还是还可以 钩地还在 马上进入 黑方把这个中炮换掉 对 想在进入 王琳娜在布局上呢 就显得呢 不是特别的新潮了 对 在布局的敏锐上呢 可能也 没有当年的那么犀利 他争取把这个布局渡过去 然后慢慢慢慢 中后就站到 一走 威胁着这个打底室 这个时候呢 左文静呢 就 出好棋了 对 处理得很好 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 黑方强行送足 对 有个彩双区 这个里边有 有这个手段 马西金六 你如果走 泡流近期的话呢 黑方就走狙击 就躲一下 跟你走这种 以硬对硬的这个招法 对 那么黑方呢 由于阵形比较结实 而且后边有一些充足啊 登居的这些手段呢 应该说也是黑方好下 对 这也是 那么王琳娜呢 我估计是在前面的 这个分析当中呢 漏算了 他忽视了 他最喜欢忽视了 或者他没想到 黑方这个充足这么严重 那红方呢 只有G2平3 尽管形势呢 不是十分有力 但是王琳娜呢 他经验很丰富 对 他能够稳住阵脚 来以比较好的方法来应过 比较老练的 那红方也只能退这 对 因为你不能退其他地方 退其他地方 底下有僵 你也不能吃 吃还是踩上去 对 这样黑方补一个 黑方拱固一下阵型 对 避免他的炮 也比较稳的 红方马尖区一跳 红方看啊 这个棋如果手的话 也不好手 那么索性就是 以弓带手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 跑八退一 跑八退一 准备这个得子 让红方走马尔进寺 对 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黑方呢 是比较满意的 唯一不足呢 就是一路居 一路居有点慢 没有出来 但是关系也不大 正常分析呢 黑方应该平方打局 那红方只能躲呀 黑方七足呢 就可以顺势冲下来 这样 下不齐可以贴这个马 黑方这边加牵制是吧 对 这样的局面呢 红旗的马能不能往上扑腾扑腾 跳跳 跳肯定是可以跳 是吧 但是黑方这棋呢 并不很怕 因为他将来还有 跑出于这个弹子炮 这么守住 对 那这个棋呢 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黑方呢 没有走平步打局 而是他保留这跑达平 他走平足 招出这个机会呢 红方就静止走马七线五 继续往上跳 就是黑方呢 这样速度有点慢了 好像 是吧 黑方的反击 对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呢 到形势也不差 因为毕竟黑方多了两个足 它物质上还是有优势 就是你想消的还很困难 他是先打了一下 泡滑平息打一下 拒三平息 红方只能拒三平四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又走了一个向三近一 他就是为了看兵 对 他呢 可能觉得这个马虎进七 比较凶 对呀 他可能怕这里边 将来有一些手段 实际上黑方 也可以走去八线六 去八线六 对攻是吗 对 但黑方走向三近一以后 我们来看 我觉得这左温镜也在那个 王琳娜特杰大师的那个名声的威望之下 震慑住了 因为王琳娜呢 这个官称啊 就叫娜姐 对 这个唐丹呀 什么刘凡 我们北京队的 八零的 他是 这个小孩呢 就是作为这个 后几支秀呢 都管王琳娜叫娜姐 对 后面的小孩都是 然后管这个张欧凤子 都叫凤姐 因为他们都是大姐辈的 都比他们大十来岁的 对 是 有的还有十多岁 有的时候起手是跟这个高手下棋吧 他心理上有一点 所以说这个娜姐在这个江湖呢 有这个地位 因为毕竟呢 这个 昔日的这个王者 现在他也不差 对 是 王琳娜呢 今年呢 这个刚刚付出以后呢 获得了全国各赛的第二名 是啊 唐丹如果王琳娜的第二 他俩呢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跟这些就是后期之秀们去争夺 整体水平 他们俩也相对好一点 是的 王琳娜呢 功力的比较深厚 唐丹呢 应该说更年轻 锐气更足 对 而且综合的这个平衡能力 也是比较好 是 小三级 黑方足七平六呢 红方不理 继续往上上 黑方不向呢 红方还不理 他走居六瓶酒 就把这冰吃了 实际上这居六瓶酒呢 也是比较深 那王琳娜可能看到有机会了 就马上 这个要 对 露出了这个杀鸡 你一软我就往前冲 那这个鞋 这个左文静呢 可能真是被 王琳娜这个威名 吓出了 所拒 他走了一个足六瓶五 这个最让人不好理解 不过左文静这几招鞋 走得好像心理上 还是有点软 我觉得 对 有点底气不足 对 黑方应该考虑走居八级六 他足六瓶鼓 他可能误以为 他是不是以为什么时候有机会能换个像 对 他以为将来先手能偷像 你灯我再走五瓶 但是红方先把五瓶六了 你不能换个像 龚娜他有居四尖 他不灯炮 他捉这个炮厉害 对 捉这个炮下不有尖 一会马流进天 操了 这个地方弄 就是 然后红方呢 一上马以后 黑方发现了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又没有走好 他一个走不后 炮平四顶一个是吧 如果顶上这个炮 换了 我们看一下 这些黑方还不怕 如果你去自己捉 黑方恰好有这么一个桥手 你吃 这方底里有一僵 这边有点齐 如果你商量他居一平二 那也受不了 然后他跑去军酒 这儿黑方将找回这个狮子 先进后续 一僵要抽居 红方只能把马自信物登了 居一僵 一僵把马抽掉 这儿黑心没事了 这些军事 就是黑方呢 由于他没有可能 他临场可能没看那么细 或者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大江这么厉害 对 所以说这个炮二平四没有走出来 非常遗憾 从而也意味着了 这个其他就落入下方了 炮二平四是军事 所以 他炮二对一了 炮二对一 红方马自信物一登 然后他走 G8进6捉马 他马步进3 跳 他G8平四再捉 红方试四镜 捕了一个是 这儿红方阵型很结实了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也不是很怕 他应该走G1平三 G1平三 这鞋别动 下过G3件就 就是抢手 就是抢手 顾手 黑方呢 由于有双G 双炮 马的防御 最主要是有个弹子炮 对 弹子炮 比较结实 这个鞋呢 还问题不大 它呢 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是可能 它鞠没有走 它用炮 把马打了 这个鞋呢 就是将会日下 这样一打了 这个没法守了 阵线被 自己的阵型呢 走松了 对 把自己的阵型给 阵型如果走 炮二平一的话呢 红方这里边有 精彩的手 我们来看看 这炮二平一 一僵 它只能退居 红方这里有七子 G9平一把象斩掉 G9平一 你只能吃马 然后红方走 G9平五一杀象 这个鞋由于黑方 两个鞋也都偏于 自己的右翼 对 这样起名朋友 我们看 这双鞠炮是个阵盒 对 你再上 它就可以捉你了 前来有个出昂 对 或者它退回来一下 它下部鞋有初帅 然后再炮了平五 对 初帅 你初降 它G5平都披僵 对 然后再炮了平五 这三个在帮不上忙了 对 黑方这个子的叶 有些受攻 那也就是说 它应该走一下 看看红的 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反正 考验一下红旗 这个旗的应该是 比较危险 它实在上中 它也没有做这个尝试 没有做这个尝试的 如果黑的真走出来 它也没办法 一打高向上这里 它走的是 这还有个编组 编组没吃 吃了 对 泡二瓶四 红旺 鞋子瓶三一压 它泡四斤一顶 红旺泡了一瓶 这样左眼镜有点认亏了 但是这认亏 亏得太多了 对 接受不了 对 这个棋就坏了 对 这样要崩盘了 红旺把相拔掉 这棋应该说红旺逐步 就扩大战果 锁定胜局 对 子都往上冲上去了 你看这局还没出呢 黑方 这个荒乱当中 他走了个 退马 这样红旺简单的 就泡五瓶就把相打 又把相拔掉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作为湖北对这个 湖北光众队的左文静呢 可能就是真是 这个中局啊 突然那个 没有掌控好这个情绪 本来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对 这个棋本来 在中局 在开局 到中局 出段的走得非常好 对 确确实的说 面对王琳娜这种 他走得很到位 但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 他就是 其和弹相 他最后几招就 我跟大家说 他居于平二 红方 大胆拘进步 这样他还走了一步 他居四平方先保住 然后红方回了个相 攻不往手 然后居二进五 底下护着一点 居二进五 然后红方一炮就进二 这样不行了 最终呢 这盘棋呢 就是走到这里呢 这个左文静呢 头嘴人负了 我想可能是 左文静主要是 心理的原因 对 就是 致使这盘棋速溃 对 本来这个形式 还是一片光明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 这个棋啊 就是这样啊 心理还有产生一定的因素 不光是棋上技术的问题 也许他碰个稍微弱的 也许他就 就走出来了 足齐技衣 作为这个棋手来讲呢 有时候要放下包袱 对 发扬这种积极拼搏的这种精神 别敢拼啊 那应该说十个队的这个竞争呢 也是非常激烈的 是的 赛过九轮以后呢 这个北京中家队呢 以两分的优势呢 暂时呢 站在这个领敦阳的位置 第二位 分别是山东队 山东是第三 还有广东队 对 广东队 差两分差三分 但是战线还漫长啊 对对 后面的棋局还会更精彩 同时也希望各位棋友呢 继续跟我们这个 全国像甲首届的女子联赛呢 鼓舞劲 对 更多的关注啊 多去网上给他们做个支持 好 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这个行为大事 破老事 这肯定不行 像不这个 就是有点怕了 对 对